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日光系统 就是日光的设定 那如果要做日光的设定 当然你必须要先有一个专案 就是你已经先做好的这个专案 然后根据这个专案再来设定日光设定 那日光设定基本上就是说 你去设定地点时间跟位置 地点时间跟位置 然后来看一下到时候在这个 这个地点时间跟位置 那它可能的太阳的方向 还有它的阴影的效果是怎么样 那最主要这个东西就叫日光设定 所以我们要设定的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地点时间跟位置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一般会建议你 这个专案先建立完之后 你就去做一个 看你是要特别做一个3D视图 还是要用原来的这个3D视图都可以 那如果要彩线的话 或者是最后要做动画 一般都会建议你去设置一个相机 做成一个专门的3D视图来做 那这边的话我就先不设置相机 我直接用这个3D视图来做 好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设定位置 那位置在哪里呢 它在管理界面 管理页签这个地方的 专案位置里面的这里 这里有一个位置 点下去 点下去的部分 这里你就可以设定位置 那目前的话它自己都会对应到 没关系 这如果这不是你要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选自己设定嘛 好那我们自己设定的部分 这边当然我们可以去选择 我们是台湾 来找一下 这里 台湾台北嘛 那 使用下定时间 天气的部分基本上是不用设啦 就是先设定一下地理位置 确定 OK 这样子我就把我现在这个专案的位置 已经设定好了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3D视图里面 如果有架相机 最好是在相机的视图 那现在为了演示 我这边先预设3D视图 好那 因为我刚才已经设好了 所以说我现在可以去打开 我的日光路径跟阴影在哪里 在3D视图下面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把它打开 跟他讲我要打开日光路径 那打开来之后呢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说 要你去选择你要指定了 还是要使用目前的设定 那我先指定时间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只有设定日期 所以我选择指定 好那这样子就会先看得到一个初步的一个太阳的路径在这个地方 那再来呢 我去把阴影打开来 预设这个地方阴影是关起来的 我再把它打开一下 所以我也看得到阴影现在是被关起来的 好那在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要去设定我的日光的这个类型 也就是说我去详细的去设定我的这个日光系统 那在哪边设定 在 等一下 来 在我的这个打开日光路径之后 这里有个叫日光设定 你把它点下去 这里的呢 其实这里也可以设定位置 只是说因为刚刚我位置已经设好 所以我这里不用特别再去设位置 那这边有分静态一天多天跟照明 就是说你看你是只要看一张就是一个一个时刻的 还是要看一整天的还是要看很多天的 好这都是可以进行设定的 好那这边我们先设定为一天好了 好因为一天我们到时候等一下可以做成动画 好那再来说你去设定时间 像我设为今天是17年9月15号 然后看你要设几年几分 好例如说 好我就设个日出到日落好了 那这里就跟你讲日出是6点40分到6点58分嘛 好那间隔时间你可以跟他讲每个多少分钟 你要看一个画面 好那这样子按下套用跟确定之后 你要发现 那个刚刚我们的那个时间稍微变化了一下下 好那基本上做到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日光系统设定好了 好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想去看这个日光设定要怎么看呢 好在我的日光路径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叫做日光设定预览 对那但是我现在先做一件事情 其实因为这个日光系统这个太阳 你已经做好太阳了嘛 那这个太阳可以被选到 而且并且你可以直接拖曳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拖一下你现在想看几点几分 那因为刚刚我开阴影 所以你看他自己会产生相对阴的阴影 假如我把太阳拖到这里 那影子是不是就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好在这个时间点几点几分 那太阳他大概是会长什么样子的 好那回到我刚刚讲的说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想看就是一整天的动画的话 好刚刚我们在打开日光这个地方 然后日光设定也做完了 再来这里就会有一个叫做日光预览 日光预览你按下去 在我们的选项列这个地方 选项列这个地方 这里就有一个播放动画的一个小小的设置 那你只要按下这个播放 他就会播这一整天的太阳的变化给你看 那这一整天太阳的变化是刚刚去设定的 刚刚在这里 我们有设定位置 时间跟每隔几分钟 好我们是在这里设 那当然你也可以设置多天啦 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好这都可以设 那没关系等一下你们自己试试看 好那再来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播放 对不起 在我们这个播放动画的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往下一个关键格 下一个关键格 或者是往前一格 或者是往后一格 这都是可以的 那这每一格 其实就是刚刚设置的15分钟啦 对吧 每一格就是15分钟 那这里会跟你讲说 你现在是在第几格 就第几格画面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播放的一个 播放动画的一个按钮 那所以来 请各位自己先试试看 刚刚讲的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就是 切换到3D视图 第二件事情 把 把日光打开来 把阴影 然后把 把阴影打开来 好 然后在装按这里面 在我们的管理的 坐标这里面 位置这里面 你可以去设定我们现在的位置 或者是 如果你不在那里设 你在日光设定里面 你在这里也可以去设定位置 对吧 那位置 日期跟时间 还有间隔 然后看你一天多天 全部都可以 所以来 各位先自己先试试看 先设好日光设定 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把它汇出